同学们,大家好,我是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的高老师,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一节口语交际课《身边的小事》,请大家和老师一起读课题《身边的小事》。 请大家打开书,翻到第97页,看看书中为我们展现了哪些生活中的小事,仔细观察情境图,并描述图上的内容。 同学们,听一听。 第一幅图画的是一位青年进门十月后面的人扶住门。 第二幅图画的是遛狗的人及时清理宠物的排泄物。 第三幅图画的是有人上公交车时插队。 第四幅图画的是有些游客在旅游景点建筑物的墙壁上乱图乱画,在树木上攀爬拍照。 刚才我们说的是情境图中的事,你能试着联想生活中的小事,说说你见过的令人感到温暖的行为,或是不文明的行为吗? 前几天,我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位姐姐为老人让座。 一次刚下完雪,我通过家里的窗户看到小区里的叔叔阿姨在楼下扫雪,他们还在单元楼门前铺了地毯,放华。 我同桌中午吃饭的时候,每次都成很多,吃不了只能倒掉,特别浪费。 这些事可能是温暖人心的好事,也可能是不文明的行为,他们看上去有些微不足道,有的甚至是司空见惯的,却紧密关联着我们的生活,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 事虽小,意义却很大,大家看,这便是题目中小事加引号的原因,请一起再来读题目。 身边的小事,请大家再来观看这四幅情境图,根据提示,任选一幅尝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。 同学们,请看提示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教材第97页第一条小贴士的要求。 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,怎样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呢?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之前学的方法。 你们听,这两位同学是怎么说的? 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注意语速。 我们说话的时候要做到图字清楚,还要按顺序说。 是的,大家按照提示和同学们刚才说的要点,开始交流吧。 第一幅图中,叔叔帮人扶门的行为是对的。 叔叔打开门后,让后边的人先行,给人提供了方便,这样做让人感到很温暖。 我同意你的看法,互相帮助很重要,方便别人的同时,也方便了自己。 第二幅画中,遛狗的人及时清理宠物的排泄物也是对的,这是爱护环境的表现。 宠物的粪便收拾干净了,社区居民才有干净的生活和娱乐的环境。 大家都这样做,社区的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。 看到这种文明的行为,我感到非常温暖。 这位同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,并说明了理由。 第三幅画中,那个人上公交车时插队的行为是不对的,这样的行为是不文明的,既扰乱了乘客正常的排队秩序,还容易发生拥挤、受伤等危险事件。 他应该和其他乘客一样,站到队尾排队上车,这样才是最正确的。 是的,这种不文明的行为,大家千万不要有。 第四幅图中,游客的行为跟插队者的行为都属于缺乏社会功德的不文明行为,是不对的。 文物古迹是我们应该保护的,那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象征,不能随意破坏。 大家都像途中的人一样,我们有再多的文物修复人员也赶不上破坏的步伐。 我们可以跟名圣古迹一起合影留念,但不能破坏。 文物保护需要你我共同去努力。 你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,并告诉大家,如果一味地破坏文物会产生了严重后果,我同意你的看法。 同学们对图中人物的做法表达了看法,并说明了理由。 为了让人明白你的看法,要说清楚,我们可以先针对现象,表明看法,再说理由。 也可以先说现象和感受,再表明看法。 说理由时,可以讲清楚行为带来的结果,还可以补充有关的事例。 生活中像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,联系生活时计,想想,你的身边有哪些类似这样的小事。 和小组的同学交流,你发现的令人感到温暖的行为,或是不文明的行为。 再谈谈你对这些行为的看法。 小组同学围绕,看法是否明确,理由是否清楚,进行评价。 汇总小组同学谈到的小事,和其他小组交流。 汇总的要求,请看第二条小贴士。 汇总小组意见时,尽可能反映每个人的想法。 看到这条小贴士的内容,同学们有什么疑问吗? 老师,我想知道怎样才能尽可能反映每个人的想法呢? 这个问题问得好,大家可以和你的小伙伴说一说。 我们在汇总小组看法时,可以这样做。 首先,要注意倾听每个人的发言,要记住别人说的主要信息。 其次,必要时还要记录几个关键词。 最后,有不明白的可以有礼貌的提问。 总之,汇总看法时,每个同学的想法都不要遗漏。 同学们按照汇总的要求,依照学习步骤。 个人练习说,组内轮流说,组内互相评价。 汇总小组看法,开始学习吧! 现在,我们有请一个小组来说一说他们发现的身边的小事。 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听,一会儿我们要对这个小组的发言进行评价。 我想说的是,现在小区里都实行垃圾分类投放这件事。 我觉得这个倡议错别好,我还在社区里看到有党员和志愿者在统前职守,指导人们正确投放。 通过垃圾分类投放,我们的资源会得到回收利用,相信我们的环境也会更美好。 我同意你的看法,你的看法明确,理由清楚。 我想说的是共享单车随意停放在路边这件事。 我看到有人用完共享单车后就随意停放在了路边,这样不仅破坏了环境,还阻碍了交通。 我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文明的,请大家用完后要把车放回指定区域。 你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,认为共享单车不能随意停放。 我同意你的看法,我还想给你补充。 共享单车的停放区域都会画着白色或者其他颜色的矿,矿里还写着字,大家要按要求停进方矿内。 另外,不满12周岁的同学是不能骑车上路的,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共享单车,希望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规则。 谢谢你的补充,我记住了。 我发现我们学校教学楼一层有一个失误招领处,我在那里看到过有捡到的衣服、跳绳、水瓶、裁笔等,我觉得在校园内设立这样一个地方挺好的。 我也同意你的看法,你的看法明确,设立失误招领处特别有必要。 有了这样一个地方,可以让捡到的东西有地方存放,还可以让丢东西的同学有地方寻找。 谢谢你的补充。 这个小组的同学跟大家分享了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小事,他们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 谢谢你们。 接下来,请继续交流你们汇总的小组看法。 大家认真听,看看他们汇总的内容是不是反映了小组成员每个人的想法。 我代表我们小组分享看法。 我们的身边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小事,每件事都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 我们小组同学一共说了三件小事。 第一件是小区设立分类垃圾投放点。 第二件是共享单车用完后随意停放在路边。 第三件是学校里设立15招领处。 我们组认为,设立分类垃圾投放点和学校15招领处的行为都是正确的。 共享单车随意停放在路边这件事是不对的,也是不文明的行为。 我们在交流第一件小事时,有的组员认为,这样做可以让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。 再说到设立15招领处这件小事时,有的组员认为,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后,如果丢了东西,可以到15招领处去询问,没准就能找到。 也有的同学说,如果捡到东西,也可以送到15招领处去。 我们在说到共享单车随意停放这件小事时,我们组都认为这个行为特别不好。 用完共享单车后,应该把车停放到指定区域,不能阻碍交通,更不能破坏整洁的环境。 我觉得你们小组说得挺好的,你们从身边的小事中发现温暖的行为和不文明的行为,并对这些小事发表了看法。 交流时能够围绕两条标准进行评价,会总时能够反映每个人的想法。 同学们,你们发现了吗? 这个小组是把他们所有人的看法串起来,然后再连贯地说出来,这是一个汇总的好方法。 交流的时候,不只限于组长和小组代表发言,还可以采用轮流发言,抽签发言的形式,让大家都有机会进行分享。 没有在全班同学面前发言的同学,可以在下课的时候,把自己观察到的小事和自己的看法说给你的小伙伴听。 除了学习小组交流这种形式,我们还可以和家人一起讨论这个话题,把你观察到的身边的小事说给他们听,听一听他们的看法。 还可以让他们对你的发言做个评价。 今天,我们在课堂上分享了发生在身边的小事,并对这些小事发表了看法。 经过同学们刚才的交流,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。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小事呢,还是我们下节习作课,我有一个想法的写作素材。 生活中有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,我们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,提出改进建议和解决办法,就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 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些小事,看似微不足道,但是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 事情虽小,意义却很大,生活处处有语文,生活处处皆学问。 留心生活,做文明人,为社会增添一份美好和温暖。 今天这节课,我们的作业有两项,请你任选其中一项完成。 1. 向家人介绍你身边的某件小事,并说清楚你对这件小事的看法。 2. 汇总印象深刻的几位同学的发言,说给家人听。 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。 。